我們也會把相關的程式畫面放在雲端白板第二個單元裡面 我是把它放在第九頁,這個是Google Down的畫面 然後先計算BMI 不過BMI的話,接下來我需要把那個結果 假設我希望計算BMI的結果到小數點的第二位,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它不是小數點第二位 它現在已經取到後面很多位數 可是有時候我不需要這麼多 在以色爾當中你可以把它那個小數點位數把它弄掉 它就可以 但問題來了,你在python裡面怎麼做 才能夠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而且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可以長得像這樣 這底下,各位可以看到,往下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畫面有沒有 我希望它可以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效果 把先做出BMI的這個計算結果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並且在前面串一個什麼呢?BMI冒號 前後有雙引號 這個好像剛剛有做過 然後換行,換行就反斜線N 加上頻語冒號 把它這個BMI是否過重的頻語加在後面 那這要怎麼做?這個是最後我想要看到的樣子 OK,所以如果想要看到那怎麼辦呢?沒關係 有時候你可以慢慢慢慢先完成 第一個,如果我要什麼?取到小數點第二位該怎麼做?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假設你要針對你的資料做一些格式化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你要記得有一個函數叫Format Format Format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做格式 顧名師嘛,Format是格式化 那怎麼做格式化?首先一 我們來看,當然一樣,我從頭打比較 首先第一個,你print刮虎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特別注意哦,它的Format規則是一 它是針對某一個文字,這個一個字串公式去做格式化 那假如說呢,你第一個一定要先打雙一號 二的話呢,請你在這個裡面加一個大瓜糊 再移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帽號 那個大瓜糊指的是說你要輸出的東西啦 OK,把它放進去 那帽號呢,後面的話 如果你要取到小字串第二位的話 就點2加一個F 這個有比較稍微要記一下哦 因為這個點2F指的是取到2的話第幾位 F的話有點像Flows的縮寫 OK,這個的話就有點像是一個Format的格式語言 格式的公式,那它就這樣了 再來後面的話呢,請你在這個前後雙一號的四串 後面加一個點 直接打什麼Format 刮虎 然後呢,你就把什麼 把剛剛的BMI有沒有 這個變數放到Format 刮虎裡面 那意思就是說 我就會幫你把這個裡面所得到的值 就這些 丟到哪裡呢? 丟到Format裡面幫我格式化哦 那格式化呢 就告訴大家說 就是 把這個裡面的變數 只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就好了 做輸出 這樣 特別之外,這個Format很重要 因為以後 如果你要做出一些文字的效果 大部分都是靠Format OK,所以Format很重要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地方 格式化成小數點的第二位 不用輸入,隨便再輸入一個 然後 Enter 剛剛會一串的小數點 那現在會不會呢? Enter 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只輸出到小數點的第二位了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已經又向前邁進了 小數點 那前面需要什麼? BMI 前後雙引號 加冒號 那我應該加在哪裡? 這邊注意哦 你其實可以直接加在這個文字裡面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因為它就是一個文字 直接在這邊加 BMI 冒號 OK 但是呢,如果你要前後加雙引號 我前面有講過嗎? 就拖一字圓 有沒有 反斜線 一個雙引號 然後到BMI的後面 加一個反斜線 雙引號 這樣子表示呢 我就是要在前後 BMI的前後加上雙引號 OK,好,這樣的話就OK 直接把你要填的資料 就直接填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把它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時候的話 BMI冒號 把後面的BMI就放過來了 再來的話 評語 評語的話呢 我們說20.57應該是什麼標準呢 當然在網頁上面它有這些標準 那我們其實就按照這些標準 有沒有 If BMI 所以其實 這有點像翻譯 BMI 18.5 冒號 然後就是什麼 Prince 體重過輕 然後 L If 就把這個條件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 它這樣的標示 其實就是乘式語法 甚至複式貼上 就OK了 有沒有,冒號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 改成什麼 把BMI 第一個條件 And第二個條件 OK 那 以此類推 那所以呢我這邊 底下 就已經寫好了 因為這個可能 稍微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我就把 剛剛的那一部分 把它寫在底下 If BMI 如果小於18.5 那就Prince過輕 然後呢 我的寫法 是用 我們比較熟悉的語法 而不是用 那個網頁上的語法 那你用網頁上的語法 也OK 然後呢 標準 板子就過重 等等的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已經 做完 我看一下執行 身高 OK 然後隨便填一下 這樣 這時候就出來了 可是呢 最後還差一個部分 最後 離我們要的結果 有沒有 我要看到的結果 是長哪個樣子 長這樣 前面 我還需要什麼 再加上一個平語帽號 加到哪裡呢 加到過重的前面 有沒有 那如果我剛剛寫 應該是 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平語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說 我寫在這個前面 說我可能 必須在print的前面 都是平語帽號 平語帽號 平語帽號 每個都要寫平語帽號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太 重複了 所以 如果啦 當然你這樣重複寫 是也沒有錯啦 可是呢 如果你想要什麼 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喔 我可不可以 不要一直重複那個平語帽號 欸 那我們應該寫在哪裡 其實如果 不要一直重複 的話喔 你可以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bmi有沒有 把這個bmi放進來之後 然後呢 我要換行嘛 所以反斜線N 後面的話你就加兩個字 叫平價 平語喔 平語 OK 然後一個帽號 欸 平語帽號 我執行看看 我有沒有加在這裡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效果是怎麼樣 這邊打一個 OK 欸 有了 但問題來了 這邊變這樣子 欸 平語帽號 它 變成標準 可是問題標準呢 跑到下一行去 欸 怎麼辦 這邊注意喔 變成說這邊多一個換行 欸 那如果說呢 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我 換行是反斜線N 可是這個後面並沒有反斜線N 可是為什麼又換行呢 其實最大的關鍵在printer printer這個 這個方法 它只要輸入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換行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說後面多一個換行 有個方法 記得喔 你可以在什麼呢 在這個printer的 後瓜虎的前面多一個逗點 跟它講一個參數 就是尾巴的那一個換行喔 幫我去掉 那尾巴的話呢 參數叫END 去掉的話呢 就等於什麼 沒有東西 沒有字 沒有什麼呢 這就空字算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那個尾巴那個換行 幫我清除掉 意思就是說 我就不要後面那個畫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會把什麼 標 這個後面這個 把它什麼 接到後面看一下 執行一下 OK 身高 體重 欸 這樣都OK了 應該可以 看懂 我的意思吧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我們多加一個format 對不對 format 裡面的話 記得是 大瓜湖 冒號 要 點2f 指的是小數點的第二位 把資料丟過來 2的話呢 就bmi 前後呢 記得加雙引號 然後換行 後面的話 加頻語 如果你不想要 它後面多換行的話 記得呢 把print尾巴的那個換行拿掉 那就可以做出 我們要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OK 試一下 當然呢 如果你還有別的方法 沒關係 你可以再試試看 我講過了 方法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答案 你看 你可以試試看 不過我發現 這裡的話 用那個format來做 應該是 我是覺得最簡單 最清爽的一種方式 但如果你不用format的話 其實也應該做得出來 只是說呢 可能 看起來這程式 或許就沒有用format來的清爽 所以我建議 format這個部分 可能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因為以後還蠻多地方都會用format 我還蠻喜歡用format 而且Python的官網 也推薦人家用format 因為除了這個format之外 還有別的方法 可是官網裡面講的 不能非常理想 就最好用format 不要用以前的 Cass 那種 百分百分oc 那個以前在C C++ 或者是在 Java 都會用那個方法 但是他官網上面跟你講說 這個將來我們就不 support 請你用format來做 所以我往后来 我还是以前都会用那个方法 加个百分比 后来发现了那个方法人家不support 而且我觉得那个方法 比较没有像format做的这么有结构性 反而后面的话 我通常都用format来 来做很多这种格式化的输出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参考的答案的话 在云端上面 特别之后 我是把它放在第十一页的地方 这个画面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答案就是这一串 我还把它特别用截图的方法 就这一串 就长得像这样 试试看